今天講的三生四智很深 有些東西是很不容易了解的 是不是 不過諸位菩薩也不必著急 因為唯士學的理論是相當的細緻 相當的深邃的一個內容 所以我們也不必在這個時候 想要把它弄得很清楚 只要有一點概念就可以了 那這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觀念 我倒是覺得我們值得大家再來研究一下 了解一下對我們的修行 對我們的生活 對我們的生命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那我先宣布一下 因為剛剛有人在剛開始沒來沒聽到 我們下個禮拜 原來是不一定要排課的 可是因為我們的袋子多出來了 當初沒有排好 所以我們六組談間還有兩次的課才能夠結束 那這兩次課是一個聯繫的東西 我們從下禮拜開始 然後再見到十一月的第一個禮拜 那今天我們放的是最後一部分 最後一個故事 這個是六組大師跟他的弟子之間的對話 那下一次我們要放的是跟法華經有關的 所以請諸位菩薩再來好嗎 下個禮拜記得來 也請把訊息告訴大家一下 如果說你的朋友親人有在聽這個課就請把消息給他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的有幾點要補充的東西 我們先看看 四十六頁 四十六頁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項最下面的寄送是 凡心永處那且定對不對 這個凡心的意思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分雜的很繁雜的人事物裡頭的意思 那那且定就是佛的大定 佛是出定等於入定 入定等於出定 永遠都在定中 那其實也不一定要到有那麼大的禪定的功夫的時候 才會有受用啦 如果是一個菩薩行者 大聖行者 他的禪定功夫好 那他在日常生活中 他能夠發揮的功能 會很不可思議 就像運順老法師他說 中國過去的禪師 有一些你看他的傳記 即使是用龍相觸踏這樣的話來形容 都沒有辦法形容他的萬一啊 就是他們是非常的有行動力 是見極理極的 想得到做得到 我認為這種人叫做普賢行者 普賢菩薩的話 四大菩薩 地藏菩薩是大悅 觀念菩薩是大悲 文術是大智 普賢菩薩是大行菩薩 大禪師 他們真是普賢菩薩的化身 從師父身上就看到了 像師父這樣的人啊 他那種行動力是強 是快速的 真是看為觀止 很不可思議的 他一個人能夠切換的領域是很多的 他上一分鐘可能是在做學術工作 下一分鐘他可能是在做甘露 在做諮商的工作 再過幾分鐘他可能又要開會 他一天可能可以開三五六個會 六七個會 那他處理的有學術類的 有指導修行的 有寫作的 有出版的 有建設的 有國際交流的 哇那個事情是分雜的 可是他 永遠就是這樣有條不穩 就這樣保持一個很平穩的心 就是很高的成效這樣在處理事情 真的是 就像殷老講的龍象觸塌 師父一從國外回來啦 我們就被他每一個單位 每一個領域 每一個人就被他push的團團轉了 整個事情就運作了非常的多 非常的快 所以法谷山很多人 其實老闆都是師父啊 就是他親自去指揮 包括像四川救災 他已經病成那個樣子 其實也是他親自指揮 就是師父的喪事 也是他一首楚楚的 導演的 做得那麼好 也是他導的 他已經病到那樣的人啊 不簡單 那就是他最後在醫院裡 快要臨終了 他還是非常愉悅 非常歡喜的那個樣子 這就是禪定的功夫 禪定 再加上佩妮佛教的觀念 使得我們的生命品質 真的能夠有很大的提升 那禪定的功夫 怎麼樣子開始練習呢 其實可以以師父來講 他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一開始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就是放鬆對不對 放鬆 專注 用這樣的方法開始 譬如說像師父他去爬山的時候 有時候去朝聖 這個目的地是在深山中 要爬好幾百個十階 年輕人看了也都叹息啊 那師父他年紀大 他要跟著年輕人一起這樣爬十階 但是他爬得很好 臉不紅氣不喘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做 他告訴我們說 他是這樣子 他一次只爬一個階 我們一次只爬一個階沒有錯啊 可是我們在爬階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緊張 我們會打妄想 我們不專注 可是他很放鬆 他很專心很輕鬆的 我現在就只做這件事情而已 一次我就爬一個階 所以他很輕鬆 那幾百階下來 他爬得很好 越爬 體力越好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可能有時候又太快 是不是 太急 結果呢 到中途的時候 臉發白了 發紅了對不對 就覺得心量跳得很快 腳很軟呢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的 這樣子的一種原則 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 處理任何事都可以派上用場 都很有用 像師父有一次不是講到 像有鬼附身啊 不管是活鬼或是死鬼附身 你不管他 你就專心的做你的事 你不去希望他來 你也不去抗拒他 不去討厭他 不去害怕恐懼他 你就專心的做你的事就好了 久而久之 他就不來了 就免疫了 就這麼簡單 可是這個就是禅修 這個就是禅修法 這樣子的一種禅修法 在目前歐美的心理治療界 用得很好 風起引用 如火如土的在推廣 在引用這樣的一種禅修法 進入他們的治療領域裡頭 非常非常的熱門 也許再過一段時間 有一些佛教的修行法 佛教的觀念 會變成是世界上的一種 普通的常識了 可能很多很多人都會用 本來是很深的很遙遠的 東方的一個神秘主義的東西 可是會變成一種常識 他們會慢慢發現 佛教講得更深 更清楚更細緻 他們會慢慢越來越重視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寶 我們東方 我們和傳佛教的寶 這也就是莫照 是他師父所用的莫照的功夫 莫是心裡不動 照是清清楚楚